一樣我剛剛講到這個就是 第三個單元裡面的這個日期部分 那當然每個月的第一天 每個月的第一天用e-day就加 就是這個地方插入函數 那特別注意它是根據相差幾個月份 OK 那你想說老師那相差幾天怎麼辦 那就加1就好了 相差幾年的話 特別是相差幾年很抱歉 目前沒有像e-day這樣的函數 所以年的部分的話通常會再透過 像類似像一耳函數 做一個計算的動作 那一耳函數的話可能還要再配合e-day函數 這個可能難度會比較困難一些些 那後面如果有遇到相關的狀況 我們再分別說明一下 所以其實日期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第一個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整數 那這個整數的話就是跟那個1900年的1月1號相差 等於是1900年1月1號是第一天 OK 然後 再來 時間其實就是一天就24小時 所以一個小時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一定有小數點 所以 其實時間的話就小數點 OK 然後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要判斷 它月份也不一樣 所以主要是針對這個地方 假如呢 我把它放大一下 像二月份 因為我基本上不希望說 三月份這個地方應該二月不能有 這個三月的資料顯示在這裡 你會發現上面這邊有啦 這邊也有 所以其實重複了 應該是把這個delete掉 可是問題你不是說叫你這邊自己慢慢delete 如果你下一次假設你又產生一個新的年曆 那還是要delete 所以其實就是不要你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那要怎麼辦 所以這裡的話理論上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其實它有一個地方其實是可以做邏輯判斷的 那邏輯判斷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用if 所以第一個如果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要取得日期裡面的月份部分 把它拿出來做比較的話 那這地方怎麼 你可能第二個你需要用到一個叫mance函數的 okmance 然後把那個日期丟給它 它就會幫你取得月份的部分 比如二月 那跟下一個儲存格比一下 月份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當然不一樣就是清空 清空就兩個雙 那反之的話呢 就是跟原來一樣 把這個a2加1給輸入了 ok所以怎麼辦呢 1我習慣什麼 把這個a2加1先選起來 剪下來 2的話呢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因為我根據剛剛的邏輯 我就想到第一個邏輯 按確定 第二個這個邏輯要怎麼判斷呢 就是 如果我 因為我現在在a3 如果我現在a2 所以a2的月份 所以用mance 刮斧 把那個a2這個儲存格裡面 決定